第七題 如圖所示 由標籤上的資料可知 藍牙牌電鍋的電功率的數值是多少 我們看到這個標籤上面所顯示的AC 表示它需要使用的是交流電 而這個交流電的電壓必須要是110V 交流電的變化頻率呢必須是60Hz 而我如果正常的接在110V 60Hz的交流電上 它就會產生1000W的功率 所以由標籤就可以知道 它的電的功率呢是1000W 所以第七題問我們說 由標籤上的資料 可知藍牙牌電鍋的電功率數值是多少 我們的答案選C 1000